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一次新的這一個幸存者是旁觀的 那旁觀的這隻角色戴爾是一隻很重要的角色 每一個陣營應該說是普通的陣營都有一個比較代表的攻擊角色 像是善陣營的話我會推這個安卓利亞 因為安卓利亞的話在目前的版本來說他還是很好用 就是說你在推圖這一隊就是射擊然後傷害力也有 那這個邊射邊控場 好那如果是旁觀的話呢 對不起旁觀先跳過 那我們看中立的話 中立的話亞伯拉罕就不用講了 然後二陣營的話是沒有什麼就是超級暴力的角色 雪莉算是啦 但是雪莉的話就比較站不住 那這個二陣營的話其實像是阿爾法 全部練滿之後之後會非常的強 然後貝爾有很強的控場能力 那這個拉結蛇的話也是很強的輔助可以用到後期 所以說二陣營的角色真的是還蠻多樣化的 然後就是很多角色都很好用 有控場啊 然後這個用到後期也都可以 好那旁觀的話呢 就比較缺少這樣子的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什麼索雪的泰瑞斯啦 然後這個是近戰的喬治也還好 那這一隻布洛迪的話呢 頂多就是在這個性格戰可以用而已 那這個克羅伊的話是跟這個亞伯拉罕搭配嘛 三件征服裝備開場拳拉 那現在多了這一隻戴爾角色 就是一隻標標準準的輸出手 當然輸出是不能跟俊賀的這一隻角色比 但是也是非常的猛 而且可以用到後期喔 那萊克的話呢 他的輸出雖然是強 但是比較慢一點 然後呢他的其他的這個招式 並沒有太多的這個特別 但是戴爾的話呢 就他的這個大招期間 會對對方拼命的射拼命的射拼命的射 然後呢在射擊的期間因為威力夠強 所以對面在被射擊的時候呢 就會被一直打斷動作 所以戴爾的這個使用方式呢 就是保護他 然後讓他去開大 那另外呢也很適合一些角色喔 譬如說像喬治會推進的 把敵人推過去後推到半場之外 然後呢讓這個戴爾開大一直射喔 因為呢這一個的話呢 他只會射對方的這一個陣營的角色 敵方陣營 所以這一招的話呢 他跟安卓利亞有點像 安卓利亞的大招呢 也是射敵方的這個半場 他的這個大招 我們來看一下安卓利亞的這個說明喔 敵人陣營中沒有目標無法使用 所以說呢盡量不要讓敵人跑到我方的這個陣營 所以這兩隻使用方式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說安卓利亞他是普攻強 然後呢這個戴爾的話呢 他是必須要吃這個大招 然後呢其他的招式呢 就是有一些輔助的效果 什麼增加暴擊率啦 讓人家暈眩啦 就是有一點控場 然後呢也有一點輔助 但是重點是傷害力夠強齁齁 是可以用到後期的 有很多角色啊 就是呃怎麼講齁 像傷害力不夠強 用不到後期 就會變成是一個 呃板凳角色齁 像是 嗯 約翰 約翰啊 然後尤梅子齁 尤梅子我覺得也算是板凳角色 還有呃誰啊齁 這一個齁 史考特的話呢 後來也都用不到了 所以說在戴爾出現了之後呢 就會有很多旁觀的角色失業 其實旁觀角色已經很多角色失業了 所以說這隻角色要練齁齁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 我沒想到那麼快齁 補給作戰呢 已經有這個專家模式了齁 超級棒的 然後一般模式呢 也有這個 快速掃蕩齁 那所以說我們當然是要打這個專家模式啦 專家模式的話呢 這邊的話可以掃蕩嗎 喔 可以掃蕩耶 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專家模式的話呢 就是敵人會變強 然後呢 對方會有一些這個buff 那不過呢 領到的資源也會比較多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看到說 有什麼樣的獎勵 但是相信對於大家來說 不會太困難啦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沒有掃蕩過耶 這是我第一次打專家 他也讓我掃蕩喔 這超棒的齁 然後你看 掃蕩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跳過去了 我沒想到這個機制這麼快開耶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要過關 36-60 或是VIP13解鎖 但是不錯啦齁 這個掃蕩機制這麼快開我 好 那不過呢齁 就算敵人再強也不用擔心 這邊是敵人的這個buff 我覺得如果是現在我推圖的話 唉唷 這個的話呢 是你不能全部上齁 他是每一次他會隨機一些陣營 那哇 糟糕齁 我最愛用的這個俊賀推圖不能用了 那這一次是哪幾個陣營啊 OK 下面有量齁 是 哇 絕對善絕對惡 跟這個 跟這個善跟這個旁觀齁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困難一點 但是獎勵很多齁 值得挑戰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是生存紀錄齁 這邊有外賺可以再領一些資源齁 這個就是 之前角色的這個故事 只是拿出來重置而已 好 挑戰模式呢 這邊也有多了一個齁 那這個 新的這個特殊裝備呢 不用想齁 這些特殊裝備的話 基本上都好用 那 原先的這個 原先的特殊裝備呢 大概會用到後期的齁 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這一個齁 緩緩恢復能量 有這個加速 這個的話應該是會一路用到最後面 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要裝備什麼的話呢 那這一個特殊裝備還是好用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一個齁 這個的話呢 就是暴擊的時候加速 然後最後面呢 你升滿之後暴擊傷害加30% 這個也是可以用到最後期的 那其他的話呢 你就使用這個 他們自己職業齁 新開的這個特殊裝備就好了 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齁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不要忘記把這個代額放到這個心願清單喔